美国之音在4月30号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主持人天红 保护记者权益组织 记者吴国界认为 中国政府对英特网的严密过滤和严格监控 导致了虽然中国拥有近2000万的博客人数 但是互联网上可见敢于涉及敏感话题 以及直接抨击政府的人却少而又少 不过也有人同时认为 互联网的互动优势以及低成本的特性 使得网上信息过于的杂乱无章 对虚假新闻和有害信息的过滤和控制 在一定程度上实际上是保障了公民 获取真正有用信息的权利 那么究竟孰是孰非 哪种说法更有道理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 保护记者权益组织 记者吴国界英特网自由部主任 克劳蒂尔德·拉科斯女士 围绕中国的新闻及英特网言论自由 和中国的听众观众展开讨论 克劳蒂尔德·拉科斯女士 在节目当中说英文 您所听到的是同声传语的声音 和网上一样 我们是现场讨论 节目进行当中 也欢迎您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 免费长途电话直接参与 向克劳蒂尔德·拉科斯女士提问题 或是发表您针对中国新闻 以及英特网言论自由的个人看法 下面就是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电话 参与节目讨论的具体方式 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电话的方式 请您先拨10810 或者拨108710 再拨8668375161 好 也顺便提醒您 美国之音的节目 除了可以通过短播电台和卫星电视 收听收看之外 您也可以直接登陆 美国之音的英特网中文网站 用现场视频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同时还可以浏览其他的最新文字报道 以及音像资料 我们的英特网网址是 www.boachinese.com 好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 时事大家谈的正式讨论 拉克斯女士 非常欢迎您 非常感谢 记者无国界组织 我们通常在媒体上会看到说 你们这个组织在报道当中出现的时候 每一次前面都会加一个前缀 就是说是保护记者权益组织 记者无国界 那么究竟是怎么样来保护记者的权益 你们有哪些就是可以发挥 你们影响力的手段和途径呢 我们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就是全球性的方式 不同的记者都要说 在世界上他们遭受什么样的遭遇 比如说一个记者被绑架以后 我们就把这些信息传播出去 那么这些信息再会传播给公众 那么第二种方式呢 就是让人们知道少 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人们 是不是要获得这些信息 我们帮助这些记者的家人 跟他们进行联系 给他们钱 给他们帮助 以任何一种他们需要的方式 帮助这些记者的家人 但是而且很多时候 我们也给 就付律师费 那如果 有政府啊 或者谁来起诉记者 那么他们必须要 请人来保护这些记者的权益 那就是我们来付这种律师费的 那就是我们的两种方式 谁来资助你们记者无国界组织的运作呢 我们有许多组织来帮助我们 还有一些公司 也给我们进行一些捐赠 那如果是公司的话呢 那么对于这个 他们有了 我们这个组织站在他们这一边 对他们来说也是好的 那么就是从一些组织和一些公司 我们会受到一定的资金 您刚才还提到了 有一些比如说记者受到骚扰 或者是不公正待遇的时候 你们会帮助他们 那么这些记者 他们受到骚扰 或者不公正待遇 他的这个事实 怎么样能够得到确认呢 我们与记者一起工作 那么有一些人是为我们工作的 我们不跟他们说 他们是谁 他们在哪里 那这样的话会让他们很危险 那么这些人会给我们一些消息 但很多组织也会来确认这些信息 一些当地的组织 那么在中国 还在别的国家都是这样 我们跟这些 我们的通信员一起工作 他们会列出说 所有这个试图对记者的 这种不公正的待遇 然后呢 我们再会来确认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们在追踪调查和帮助这些记者 如果他们受到不公正待遇 你们在做这方面调查的同时 是不是你们更关注外国的新闻工作者 在某一个国家他所受到待遇 还是说你也关心那个国家 比如说我们就拿中国为例 你们是更进一步关心中国的记者的命运 还是说也关心 同时也关心外国的 还是有没有侧重 我们对其中一个或另一个 这个有侧重 我们是同时重视这两个记者 第一个呢是给国外的记者 比如说如果中国发生了什么事 一个美国记者被受到了威胁 在中国受到威胁 那么人们会更多的谈论这些事情 那如果是中国记者的话 就没有那么多人谈论了 那很多时候呢 比如说一些 外国记者比如说走到伊拉克 一个外国记者去伊拉克 然后在当地被绑架 然后两周以后他就被释放 那么当地人帮助他的这些人呢 就会受到这个注意 但是如果是当地的一个伊拉克记者 被绑架的话 那么就没有人来注意这件事情了 所以说肯定是当外国记者 受到了这种待遇的时候 被威胁的时候 肯定会更多的引起人们的关注 但是就我们来说 我们对于这两类记者 都是同等关注的 我们今天的话题 主要集中在中国的这个新闻自由 还有就是英特网的言论自由方面 我想先请问您 就是根据你们统计的这些数据 还有就是例证 能不能够看出来 中国比如说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 如果在中国从事新闻工作的话 他所受到的干扰的原因 以及他比如说受到骚扰的这个程度 有没有什么特点 跟其他的国家和地区相比 有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 对于中国的信息 那么你如果去互联网上 或互联网上的话 你如果要对于民主啊 人权找这些相关的信息 那么你在 你找不到能够在美国 或者欧洲找到的信息 因为大地的搜索引擎 搜索工具 它是被过滤过的 所以不管是外国记者 还是中国记者 如果想要来找这个 关于人权方面的信息 那么你在中国的话 就不可能跟在别国 获得同样的资源 如果信息是被过滤过的话 这种04年就被过滤 你如果去google.cn 那么每一个网页的 最后会有一页说 你搜索到的结果 并不是所有的搜索结果 那么谷歌就是 谷歌呢就决定要遵守 中国政府出台的一些法律 你提到的这个 不光是谷歌公司 还有很多其他的外国公司 也包括很多美国的公司